哈喽大家好我是Mio 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也是元旦 第一天我就早起了 我们要去医院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 本来这一次我也是要检查的 但是好巧不巧我突然生理期 所以这一次我就做不了了 大家都知道大陆的医院 你不管去做什么都特别特别贵 我们这边如果你发烧啊 吃药打点滴打针这方面的话 如果你去医院的话 就是起码一两百块钱 我有一个舅妈 她每年都会去做女性这方面的检查 乳腺啊子宫啊就做这两个检查 她跟我讲她每年做一次就这么两个项目 就要花大概七八百块钱 所以大家能明白我们这边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检查有多贵了吧 所以其实我长到现在长这么大 我都从来都不知道 一个正常流程下来做全身的健康检查 它是要多少钱 但是因为这一次呢是因为有活动 医院她搞了那种活动 现在这一次只要666块钱 虽然今天我做不了了 但是我妈和我姨妈呢 他们两个人还是要做的 我也很好奇整个过程啊 要做的一些东西啊是什么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环境还不错 太早了早上还没有人 现在大概是八点钟很空旷了 先用身份证登记 在这边采取 请请关注到海拆针室 神村的换口 请请陈建计到海拆针室 对啊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先等 162.5你比你比我姨妈矮一厘米 好累了 我比我还能矮一点点啊 一厘米 一厘米就一厘米 是呀是呀 眼科检查 有时候觉得我妈蠢蠢蠢蠢的 有点可爱 我试试一下 这个好看 你看我眼睛好玩啊 我以法就是这两个 新店图脱衣服不能拍 还穿着袜子 还穿着袜子又没有什么高度 没什么高度 没什么高度 这个就可以了 一厘米的就不常看不出了 是看不出了 你也总在意 重点我就比得重了 重一公斤两斤吧 还512斤啊 嗯 我给你摸条款的 我给你摸着袜子重 哈哈哈哈 两斤而已 真的要这么在意吗 现在还剩下最后两个项目 一个是做彩抄 一个是尿检 已经喝了好几杯水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等 等他们有尿意 然后去做最后两个项目 前面说到我不知道 正常来讲 做这一套下来的流程 是要花多少钱 但是刚刚听到有医生说 我们这个套餐呢 是五一折 所以666 五一折之后是666 那么 球 它的原始价值是多少 我数学不好 我不知道 交给你们算了 虽然打了五一折 只要666块钱还挺便宜的 但是我看他们做的这一系列下来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没有必要检查 感觉检查的太简单了 反正以后我要是想做的话 我可以直接在台湾做 也不需要等什么活动 毕竟台湾的价格 平常的价格 没有活动的价格 也就比现在我们这个活动价格 贵那么一点点而已 这一次我们做的具体的项目介绍 我也给大家放到这里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台湾啦 我真的很想吃我最爱的那一家金炭号 那个臭豆腐 我已经大半年没吃了 我的天哪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在2024的第一天 祝大家元旦快乐 身体健康 新年发大财 记得订阅点赞哦 拜拜 喜欢就支持一下呗 好吗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